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到了开启了连锁鸡排店 卖的鸡排足足有八两种 而且每一片鸡排就跟脸一样大 很快地就吸引了消费者的目光 但其实薛志正当初会放下演艺人员的光环 转而投入餐饮业 全是因为六年前的一场大病 当时因为感染肺炎进行了插管治疗 但是假牙却不小心卡在肺部 紧急开刀才捡回一命 也因此让薛志正得放弃演艺事业 曾经他一度茫然不知所措 直到了前年和朋友合资 卖起了鸡排 跌到谷底的人生才慢慢地波云见日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艺人薛志正的人生故事 来 紫尚好 谢谢紫尚好 看到了 厚人鸡牌的下打鸡 这个离鸡 这个下打鸡 厚人鸡 厚厚 鸡鸡 做什么事情不管再大的生意 这是我一直很记得 博秋老师讲的一句话 一辈子只要做好一件事 就什么 功德圆满 32号 厚脸皮微辣少胡椒 来 10号麻烦 叫号声不绝于耳 每天一开门营业 人潮就不曾间断过 因为这里卖的鸡排很特别 每一片竟然都比人的脸还要大 我觉得我的脸已经够大了 它竟然还可以比我的脸还要大 还蛮夸张的 就很大 可以分成四块 外面的可能只能分成两块吧 有点大 但是很大块 不超所值 眼见为食嘛 我们来看看 这鸡排到底有多大 有没有比我的脸大 只要你的脸比我大 免费请你吃一个月的鸡排 像我的同班同学陈维明 也来比过 他的厚道不是比较长吗 对不对 但是他还是没有比我们家脸大 有吃出来 我可以先吃完这一块鸡排 我们再来访问吧 对自家鸡排爱不释口 眼前这位戴着眼镜 说话幽默风趣的男子 您是否有些眼熟 没错 他就是艺人薛志正 近年来淡出演艺圈 改名薛子菲 当年他靠着模仿宋楚瑜 李登辉而走红 我就是台湾民主的首帖 有分了 关于这个老环天 说他是台湾民主之首 处于在这边 绝对是不同意的 我管你同不同意 我告诉你 将政治人物模仿的微妙微笑 拥有深厚的模仿功力 但艺人这个职业 不是薛志正人生的唯一选项 近年来他从典艺圈 跨足餐饮界 卖起了鸡排 短短一年多 就在北中南拓展了32家店 早就拥有一票忠实粉丝 而充满搞笑因子的薛志正 就连鸡排的取名 也十分有创意 一个比脸的 一个不要脸 后脸皮 不是脸脸 小脸脸都蓝天 名字在点无厘头 但顾客们却很捧场 像是不要脸鸡排 涂上了特条酱汁 再用高温炙烧 咸香又美味 而后脸皮鸡排 三公分的厚度 吃的时候还得张大嘴 大口咬下 尝得到烫口鲜甜肉汁 另外炸到外脆里嫩的小白脸 白嫩嫩的肉质 让人一吃就停不了嘴 口感很嫩 而且又刚炸出来很多汁 非常好吃 它就 就我的嘴巴 没办法完全咬下去那种厚度 你来 你来 开始来 来 跟瘦子鱼来拍 来跟瘦子鱼拍张像 大鸡排 谢谢 来 后面零块鸡排 你们收工了 薛志正虽然头顶明星光环 吸引了不少的买气 但如果要长久经营 还得评你真本事 我们鸡排是真材质量 它里面的肉 我们都没有拍过 然后片刀 刀工好的话 它肉汁不会流失 就刀子要切得漂亮的话 它本身 鸡胸肉摊开 真的就比脸大了 为了经营鸡排店 薛志正从零开始学习 边做边学经验 卖的每一片鸡排 都足足发两种 料好又实在 虽然这不是他头一回 创业做餐饮 但这一次他可是卯足全力 要开店前 把全台湾的鸡排店 都给吃遍了 你不要说切鸡肉 从当初吃鸡肉的时候 那才是可怕的 我们大概吃了一年半 全台湾各省从头到尾 各种的鸡肉鸡排 传统式的严肃鸡 全部都吃遍了 那时候从80公斤 一直吃到96公斤 后来不幸最准备要开业的时候 就破百了 然后那时候还一跤划了 划了没到把自己的右腿做断 你看厉不厉害 几份 一份小辣 一份 OK 来 大辣 中辣 小辣 不加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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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鸡排卖出了名堂 昔日的模仿搞笑咖 其实入行演艺圈 已经足足超过30年 薛志正在12岁的时候 因为迷上了特技越野车 结识了已故特技演员 柯寿良 转入演艺圈发展 不只进电影圈拍戏 24岁就推出了个人专辑 年少心徒顺遂 但对当时还年轻的薛志正来说 演艺圈只是玩票性质 从来没有想过要用心经营 那时候吸引我的因素就是好玩 刺激 我14岁的时候 做过邓丽君小姐的替身 那是因为刚好车队 每个都是大脑袖 练得身体很多 那我一个小屁孩 刚好那时候158公分 所以记得跟邓丽君小姐的身高一样 她的衣服我刚好能穿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入哪一行 你知道 家里有钱吗 不愁吃穿吗 不是 那时候真的没有series 把她当成一个事业精灵 一直到30多岁 薛志正靠着时下热门的 政治模仿秀节目 主席有约 全民大闷锅 以模仿宋楚瑜 李登辉才打出了知名度 在台上搞笑半丑 一场接一场的政治选举秀 很快就让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了当红炸子机 身为来人的话 应该要多尊重女权 像我跟我家万主机一样 知道吗 对 像我也存在 欺负你家万主机 对 那个时候因为有了知名度 大家都晓得宋楚瑜的分身 那时候活动会接得比较多 像我模仿这一项宋主席人 他就非常大气的一位政治人物 宋主席 你不是明天早上10点才要到竞权总部吗 我在台上演讲 然后郭子贤主持 是 报告主席 是 万水姐姐入场了 我想大家给万水姐姐掌声鼓励鼓励 万水姐姐辛苦了 好 那我想先请万水姐姐入座 就坐在我分身旁边 帮我照顾一下她 就宋楚瑜坐在那边 她是我分身 我变她本尊了 全场大笑 那我这样子开玩笑的话 宋先生也是一样 非常合业音乐 喜感十足的演出 博得了不少的掌声 巅峰时年收入破千万 但正当演艺事业发光发热 前途一片看好的时候 在2009年身体却传出了噩耗 一场小感冒 居然引发变成肺炎 演艺事业全面中断 结果他连续发烧快一个礼拜了 完整烧烧停停退退 烧到最后头昏脑脏已经受不了了 最后再去医院中检的时候 已经急性肺炎吧 感染然后又转院的时候 前面决定插管 包一排假牙塞到肺里面去 然后造成扩大性感染 插着呼吸管 血之症看起来非常虚弱 脸色苍白 医护人员赶紧将他从救护车上 推下来送进急诊室 血之症怎么也没有想到 医院在插管治疗的过程中 不慎将他的四颗假牙掉入肺部 严重的医疗疏失 让他差一点丢了命 好短短的把我插管干嘛 我前面还在跟你讲话 沟通 后面一下把我打麻醉剂 我就昏了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七天之后 还好而且是 鬼门关已经走了不小几回了 我是在床上半梦半醒之间 看到我的我的 这样子跟我面对面喔 这样子一开我我就急啦 赶快回来还没有到时间啊 就把他放回来 然后晚上有时候睡觉 朦朦之中会听到铁链的声音 我里面碰过太多人物了 有西洋的死神 有我们中国的所谓的七爷八爷啊 就是牛头马面嘛 只是幻象成人嘛 那一直在跟他们 一直在跟他们聊天沟通当中 好 哎哟 那你精神不错啊 那要不要下床我带你们去逛逛 哎哟 那时候惊醒 醒来的时候才看到 哎 我在一家医院 和病魔搏斗一个多月 薛志正终于从死神的手中 捡回了一条命 但出院之后元气大伤 一百八十亿公分的他 从八十五公斤 掉到了六十八公斤 肺部组织纤维化 只剩下四分之一的肺功能 修养了大半年 仍然没有办法接戏 这一次真的也冲击太大了 为什么说 因为身体真的损伤不小 好比说三十秒的马路 我都过不完会喘 走路真的跟外星人一样 很多戏变成我不敢吃 很想拍 很想接 很想去面对 我身体真的沉不住啊 我已经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了 因为你不要说别的 你就算专心拍好戏 这点都没有办法实现的话 那你就变成剧主力的毒瘤了 生了一场大病 什么都没了 人生陷入了黑暗 人人呈现的幸福婚姻 也岌岌可危 终究走上了离婚一途 面对人生 曾经一度茫然不知所措 这段期间 薛志正试着转换跑道 尝试过不少的行业 做过人力仲介 投资过餐饮等等 但是一路走来并不顺遂 一直到两年前 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合伙创业 买鸡排 跌到谷底的人生 才慢慢地波云渐日 现在就是调配好的粉 然后真空风包 再分送到各个店家去 历经好几次的跌跌撞撞 如今薛志正 一步步地重新爬起 对于未来 他有更大的野心 目标将店面拓展至100家 力拼上市上跪 二十间店的时候 中线就有担心了 说薛自己老朋友在讲 你们速度不要太快 到太快的话 到时候资金周转不离 干什么都干什么 我后面没关系 我们会尽量照着女爸做 但是老师 现金流不够的时候 还是要大哥出手帮忙 相助一下 现在就是说 那每一家店 有每家店的代表 然后我们现在有 那么多平面 那这样子的话 总施工的工期 差不多差不多 淡出演艺圈 改做鸡排生意 转型相当成功 还成立400瓶的仓储 配送各店货源 稳定品质 而往仓储的二楼走去 别有弄天 薛之正还成立了 室内运动场 戴起面罩 穿起和尘的极剑服装 右手拿起锐剑 左手跟着挥舞 西洋极剑 正是薛之正的兴趣 也是他培养运动的 一种方式 阿辉伯啊 这个非剑鼠的时间又到了 之前呢 我的非剑鼠呢 都是大家的斗剑 玩这个日本 今天阿辉伯 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西洋极剑 大病出狱的薛之正 现在透过西洋极剑 训练自己的体能 历经过生死难关 运动成了他不可过缺的一环 而过去那一段 曲折痛苦的人生 也让他更懂得知足感恩 不忘回馈社会 要装这么多西洋出去 好伤心喔 其实这次洗几牙气 每次我们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都会很开心 有一天是我需要人家 照顾你社会人家 我也希望社会有一些人 能够帮我 回馈我 对不对 因为你看莫名其妙的 手上三五七八个节目 一个感冒挂了 什么都没了 人就这么脆弱啊 来 谢老师 来 家菜祭牌来了 其实老实讲 本来是送70片 但是路程的时候忍不住蚊香 然后把另外一片给吃掉了 好不好 这一点对谢老师抱歉 本来给你三片了 你现在只能吃两片 来 谢谢 下次真的有需要随之打电话 来 要… 来… 不恋战明星光环 反而路越走越广 从幕前 转幕后 获得更多掌声 对于薛志正来说 生命总会在某个转角处 出现意想不到的惊喜 谁为你 宝贝乖 喂 这样有没有太gay 像是有些好朋友 晓得薛哥年纪大了 然后为了赞助我 汽车他还会提供一些装备 给我穿 你看人活得就已经不错了 还有这么多好朋友支持的 所以我觉得我 薛哥这辈子是最富有的时候 对 所以以上好朋友听到我的话 再拿一些赞助鼓过来的一些 这样太下流了 重机车油门一催 轰隆隆的引擎声响 在崩溃路转的山林中 享受奔驰的快感 近年来薛志正爱上了其重机 尽管过去那场大病 让他只剩下四分之一的废功能 但他不放弃对生命的热忱 不断地挑战自我 What fun What fun What fun 太好玩了 是一种自由 因为现在我只剩下 最常人的四分之一的废 但是剩多少不要紧 让他产生最大的效能 就是存在价值 有一些路段 会有一点弹跳 有一些滑胎 他有这样滑胎的功效之后 我稍微甩了一下 我就很满足了 太兴奋了 真太兴奋了 好久没有这样实测了 不论在人生巅峰 还是人生低谷 对曾经跌过跤的薛志正来说 过去的挫折和低潮 都是成长的养分 如今他更懂得珍惜眼前 以全新的态度 迎接下半段的人生 我会呈现 再次感受到掀耳 即将会认识 可以走到购物 我会在行识 不要走到购物 但我会拍摊 有什么事 既然是在那边 我会拍摊